民調差就是因為要差嘛 沒內容啦 這個真的是他的死證 差成怎樣呢? 有不同的施政報告 有一個報告說有七成人滿意的 你沒留意 香港研究業會 那些本地左派不知道多少年前搞下去 幾十年前已經有了 時時走去 唯一的作用就是以前有選舉走到外面做民調 結果被人罵了 是吧? 因為他拿來給一些選舉用 這個研究表是毫無價值的 但是都有一兩張親中報紙引用的 其餘那些 最恐怖的應該是Yahoo有一個民調 這個似乎是網上的民調而已 這個民調的恐怖處就足足有四成人給零分 基本上就是沒有人滿意他 是吧? 10分滿分呢 就是有900名用戶給零分 有19%就是超過450名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就是報告平均評分 10分滿分就只有2分 2點12 Yahoo這個最誇張了 當然我們看看鍾庭耀這個 鍾庭耀這個 他已經做了幾年了 是吧? 鍾庭耀 那今年呢 就是42點2 剛剛就沒有了10分 那你想想50分和40分的分別是25% 就是足足就不見了四分之一了 他的民意 他的民意對他的滿意多 可想而知是多嚴重呢? 那如果我記錯呢 當時林鄭呢 都是四十 見四 差不多四次頭呢 就已經是 認為他非走不可了 那現在他距離呢 見四呢 他也是見了四了 好像林鄭那時候見到三的 但都已經是很低的一個評分了 那當然是指他一般的評分了 就好一點的 他施政報告給這麼低的評分 那你說他一般的 對他的觀感又會高到哪呢? 是吧? 那麼 歷來最低了 那麼當然了 香港民言呢 就是27%就表示 只有27% 剛才沒有了 只有十幾%表示滿意 Yahoo那個 40%不滿 那麼 不滿而已 比20%好 比40%好 比0分 那麼 幾乎都是很差啦 那麼這個差成這樣呢 跟他的那個內容令人失望呢 其實就離不開的 是吧? 是離不開的 我們就知道 在這個報告之前 就是施政報告之前 中方呢 批評開他的段海 靜海猴 甚至01有一篇文 基本上就已經跟他在 戶戶戶住的了 我們知道了 上個月29日 夏寶龍見他就說要 各界協助他 即是他回到來才說 香港他是指商界 那就突然間將他的責任射開了 但是是不是這樣呢? 相信就不是的 我們很快就會發覺對他的批評就出來了 在另一個環節說 這個環節我們不妨想一下他為什麼會對他的評價這麼低呢? 因為如果那個評價這麼低呢 其實上個星期 靜海猴叫他幫他補關 就說不容易的 他現在的情況能夠穩住局面 穩住局面已經是不錯的了 給了他一個空間 就說幾個月來 夏寶龍 不停的 各界 包括本港的國師劉兆佳 都說譬如他沒有創作 沒有作為 那他現在呢 突然間在施政部局前 就給了他一個空間 意思就是你穩定到 有些創新都可以了 但是看來現在都不行 因為你最簡單的就是連香港市民都不回你 現在有兩個期待的 香港人對他有一個期待 香港人對他就沒有說幫國家四化 幫三中全會之後要再拼這個 就是開放局局 再要打拼國內經濟 香港要幫嘛 理論上要幫嘛 都不計這個 香港人沒有想過這個 香港人就是你這個施政報告對我們香港人 合不合眼圓先這樣 我見很多人出來說是三毛報告 他就說一個簡單的 何喜華那些 代表社福界 就是說整個報告是沒有你回告 最有需要的人 是不是? 特別是傷殘 傷殘人士 就是病患 殘疾人士 不是傷殘人士 殘疾人士 老爺其中一大部分 是不是? 有沒有說怎樣在生活幫助他呢? 就沒有 對他們就是三毛報告來的 沒有願景 沒有希望 沒有幫助這樣 這個我們在社福角度當然是 比如習近平都說你要改善民生 搞好這些事情 那麽好了 不計了 是不是? 就是這些不用搞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改善民生都是搞那些最窮的那些 幫了他先 是不是? 但是已經沒有了 我們看看他裡面有些什麼 其他社福可以改善的地方 是零的 不好意思 是不是? 最大件事的叫做劏房 香港硬撲房間 因為被人說了很久 就是被人救病了 甚至夏寶龍出個聲音 說香港的劏房問題有解決了 那樣 講了兩年了 那他兩年來 原來沒有做過任何事的 劏房一樣那麼多 那他想了一件什麼呢? 不過不講他劏房之前呢 講一個很好笑的 很好笑的比喻 那如果你說沒有了劏房 解不解決到呢?那些人 那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不要給他住 叫他住在床位那裡 龍屋啊 那大家香港還有龍屋嗎? 那麼社福界的人 現在還有五千人是住在那些龍屋那裡 就是只有床位 上下格 紛紛還有三格 那這些人呢 居然條件不比房間還壞 就是床位是不是怎麼壞過房間? 房間總是幾十尺 沒有窗都是一個房間 自己可以在那裡 那裡 龍屋連私隱都沒有的嘛 床位而已 但是還有五千人啊 你說你改善香港最窮的人的情況 或者居住最差的 那為什麼你提劏房不提牢屋呢? 因為夏寶龍沒有講過嘛 那我可能不知道 現在我們評論員 我希望北京那些研究香港那些想一下 你被最... 在國際上人家拍出來最侮辱的香港 覺得香港簡直是非人居住的地方 就是這些龍屋那些居住的環境 你上網找就知道很多這些 也不是作出來的 不是抹黑來的 是有五千人啊 是不是? 政府的紀錄 還有一個龍屋那裡 好了 搞劏房了 也好啊 搞得怎麼劏房去 你又知不知道他的劏房 他現在開始立法 看起來好像很好的 我們控制他要有七十米 是不是? 七十米有房 有窗 還有這個廁所 是不是? 為什麼不公用廁所呢? 衛生一些 廚房 沒人都可以做廚房 現在那些 住在那些劏房呢 其實多數都是... 不是拖數啦 是房子的 因為你一天不是經常煮飯 很多人都不煮飯 那你就去公共的地方煮飯囉 一個廚房大家 你煮完就對他煮囉 廁所都是啦 那你變成兩個廁所 十個八個人都用到了 但是你現在一間房整個廁所 其實很多懂事的人就說 這些不實際的 你要求這些東西 為什麼想這些東西呢? 真是不明白他的 他完全不了解的 那他自己有沒有去劏房裡看過Visit過或者做過? 沒有啦 他自己沒有啦 不知道他閉門做 想了一件事出來 還有一件有趣的 根本就做不到 是不是真的做的 你知道我們的膠袋稅 就是這樣了 走速這些東西 定了個政策 都沒有做到的 那這個我和你寫包單 他做不到都可以的 為什麼呢? 他用一年時間 用一年時間去研究那條法例 是不是? 然後叫做立了出來 給18個月寬限期 不行呢? 才正式執行 那就很厲害的 如果是出租那個呢 就會有刑賺啦 我都不算了 其實很多人已經踢爆了 住劏房很多人沒有租藥 如果我沒有租藥呢 我有個房子你住啦 這樣 每天收租都有的 很多人 這樣的情況沒有租藥 那你怎麼告他呢? 這個法律漏洞 是不是? 那什麼法律都寫得出來了 是不是? 但問題就是這樣 那些劏房其實是改不了的 你知道很多人在公廈那裡 我們私人設計不同 我後面也看到一堆這些房屋 大家知道 其實住人的和公廈就沒有 公廈都有窗的 但是他不需要周圍有窗嘛 他一邊有窗就夠了 他只是弄抽氣線而已 至於通風而已 但是公廈改了劏房 就不是每個房都有窗 那你如果探他有窗 他只有一面有窗 那這個已經是很少了 很多都不符合的了 那你說 那怎麼辦呢?這樣 那好吧 到他改完了 是不是? 還有十八個月 其實如果我是那些劏房的經營者 我就拿盡你了 先等一年你立了條法例了 開始有法例了 有 我要改了 然後跟你的法例去改了 改不了的 那我不要不改了 給我多十八個月 然後就好 原來你要租約 我要結束一些劏房生 劏房事業 那些人跑去哪裡呢? 趕過出街 這是房屋問題來的嘛 但是你說 喂 我是這些業主 我就賣了一層樓了 租完了 是不是? 我不可以再租給你了 違法了 大家都違法了 我就只能不做這個生意 協促這個劏房生意 拿回來做貨倉也好 做工廠也好 但是那些劏房住的那些人的出路去了哪裡呢? 沒有想過的 還有一件好笑 等多十八個月 我問你了 十二個月再加十八個月 就兩年半了 兩年半是什麼觀念呢? 就是阿超夠時間走人了 原來他想來想去 就是想著到時候做不到 他夠時間走人 臨走前 延遲多十二個月 接著下一個特首去埋尾 李家超想像這樣 如果我是白寶龍 我不是阿寶龍 但是夏寶龍有聽我們的節目 我估計 是不是? 那些這麼高質素的評論節目一定聽 找人專家研究 你想一想 原來李家超在想什麼呢? 你叫他解決劏房 我就搞定他了 不過是拖延到我走之前都不會有問題 我已經在解決中了 跟他其他東西都一樣 是不是? 又設立一個小組 幾十個小組 研究這個 研究這個 包括其中一個小組就是研究 就是將文化變產業 起因就是指控 楊潤雄局長不行 搞不到這個指標 那這件事也是好笑的 就是我們不妨留住先 趕上其他 不過其他都沒有什麼特別了 比如酒稅的 一下子就沒有了 比如那些 但是商界不是很高興的 又沒有什麼反應 就是已經不覺得可以救到那些酒吧業 另外就是 那些老人的問題 準備給五千塊叫那些人上大灣區 這是我最不高興的一回事 你送錢為什麼不送給我呢? 我留在香港你給我五千塊 我留在香港為什麼不給我五千塊呢? 我保證我洗了 我不會拿 但是為什麼你送給那些 準備離開香港的人送五千塊給我 他離開香港你為什麼送錢給他呢? 如果他說我不去大灣區我去英國 你給我五千塊可以不可以呢? 不是的 那你為什麼突然給他錢呢? 說不出理由的 我不是妒忌拿了五千塊 他的理由就是給五千塊一個月 他叫他上大灣區養老 為什麼他在香港活了一輩子 他臨老 希望香港中老 一個普通人的普通的意願 如果你不上大灣區呢? 沒有的了 可能是很差的 什麼安老院那些 只有床位那些 非人待遇 很多人看到很悲的 我們看到很悲的 為什麼你不改善這些 安老院的環境 讓他安心在香港養老 是吧? 這裡他不便宜的 五千塊不夠用的 多給你五千塊 那你上去呢? 你自己夾一點 你就舒服很多了 那這個 是對他好還是不好呢? 還是你不想負這個責任呢? 是吧? 純粹是這樣 是吧? 你可以鼓勵他留在香港 我多給你五千塊 讓你住一個好一點的老人院呢? 或者任你選擇 我給你五千塊 我也知道你沒有錢 是吧?窮的老人 你多給他幾千塊 讓我可以選擇好一點的安老院 好一點都沒有大陸那麼好 那你就決定了 你上大陸呢? 我就給你五千塊 你不上大陸呢? 你自己搞定了 那就住一些很差的 香港的老院 就是用那個方法 逼一些人 逼一些人離開香港死 是吧? 這些獅子山 香港其實是無名的英雄 或者無名的貢獻甚大 是吧? 你家超能夠做到特首 一筆就抹殺了這一代的人 那些對社會的功勞 只是想著省錢 推他們走 他們不願意走 如果願意走就不用你叫了 又便宜又漂亮又大 為什麼他們不回去呢? 很多理由 一時三刻 大家一講就明白的 大家都明白 是他自己不明白 他就看著數字 怎麼趕他們走呢? 這些給人這麼冷酷的印象 這個政府完全是這樣的 所以你的民望就直跌插水 是吧? 那你更有趣就罵這個楊潤雄 這個呢 略為涉獵一下 其實我一看來 這個是非常大的問題 一般人不見 這麼多個局長 是吧? 那比如路重貿很好嗎? 又說出來說要禁煙 諸如此類 是吧? 不理旅遊 可能就是你老友一點 好了,至於楊潤雄為什麼呢? 楊潤雄她的背景是什麼呢? 她是AO 就是她典型AO黨 但是這個人 我們一向的評語都不好 可能她都不喜歡她 主要就是她做文化局長 每次都不行 就叫她有一個提升產業的計劃 又設定了一個小組 阿超很喜歡設定小組 因為叫了卓永興副政務司司長 至於這個卓永興為什麼做到副政務司司長呢? 就是因為她做過幾年70人 是吧? 就是信得過的 我們不知道她 就是 政務司本身已經不是一定有什麼特別的工作了 副政務司好像她比較多理那些街市 但是政務司也是喜歡理街市 那已經不算了 那你特別叫她做事吧 她說呢 就準備了很多事情很快就交給楊潤雄做了 誰知道楊潤自己就說呢 第一她說呢 我就不覺得她在說我 就說沒事了 那你看看 如果你總是老闆和伙計 這個伙計就完全不尊重老闆的意見了 罵完她 就是你公開罵她 她竟然說你沒有罵她 沒事的一切都可以 然後呢 你的文化產業怎麼搞呢 她說年尾 人家說你整年都搞不出來 你不是告訴她 可以了 三兩個星期我快點趕她 三個月後她說 才給你一個計劃 立即整個小組出來 小組就叫她 我整個計劃你做吧 卓永興做個小組組長 就是這個文化產業的計劃的人 誰不知呢 楊潤雄就說呢 不是的 你不是的 我先研究過 到時候你有什麼idea 我們看看可能性 這樣那樣 典型官僚作風 但是官僚作風 就是你想了很多辦法 政策多偉大 我做不到就拖拖拉拉 那樣 逢是官僚都是這樣 但是問題 不會說出來的 你做了我快手做吧 我快手立刻和你執行它 大家放心吧 這樣 那現在不是的 你快手開完會 想了絕世好辦法 怎麼發展這個文化產業 我不做的 我先研究過 我不一定做給你 我不一定做到給你 就是你看到這個政務官 楊潤雄是政務官系統的 和這幫握槍的人是絕對對立 不正確的 擺明是不妥的 但問題是這樣 這個管治架構裡面 如果有問題 是不是? 如果有問題 是不是應該三十文明搞定? 出到來 你告訴市民聽我們的政府團結 我們的團隊 是不是?有矛盾有事情 三十文不搞定 如果真的搞不定 你應該炒了楊玄雄 叫夏寶龍 是吧? 換個別人 早就要這樣做 你不用公開說 是吧? 你一年前炒了他換了別人 那什麼都搞定了 或者你現在炒了他 你都不用公開說 行了,有些事情還沒做 不過很快就做了 換了這個 這個文康局長 不是的 要公開罵 公開罵完 他不理會你 你只能夠提醒中央免他職 那我告訴你 肯定是你免他不倒職 就是你 我們說 或者另一個話題 阿超根本就失去了中央的信任 中央個個直接跟那些私下局長 有了聯繫的 就是楊玄雄說 有人照他的 北京 有人看著他的 我們官場說 有人射著的 他已經不怕你的 老實說 我也是第一次覺得 李家超是不是還在管香港 他已經周身不妥 周圍都有婆婆 他旁邊有個鄭雁雄 北京有個夏寶龍 跟著有個前特首叫梁振英 跟著有個前特首叫林鄭月娥 跟著有個前財政司叫曾俊華 個個輪流出來 還有那些國師級的人物 劉兆佳、曾玉成這些 有空沒事就彈一下李平 已經搞到他什麼面子都沒有了 現在你說可能 我想換個局長 這個太差勁了 KPI不行了 當然北京不同意他換 不要 他唯有公開講 公開講私壓 我都做不到事情 如果這個楊玉雄不在一頭半個月內 被中央免職換人 證明一下超完全失勢 告訴你北京是你自己走 不要叫我幫你換人 反正你都不做了 我換特首 等新的特首去找局長 他喜歡楊玉雄他要 是不是這樣理解呢?我們應該 所以整件事呢 就是這個這樣的報告一出呢 就是中央由滿意 什麼? 予以肯定 我說多個好笑的 就是我因為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零一特登翻 我自己都記得的 當年吳鄭下台前的時候 最後一次面見習近平 中央對你的工作是予以肯定 一樣的說法 接著再推翻前 2017年 2016年 梁振英最後一次上去述職 習近平跟他說 你做得很好 我們對你的工作予以肯定 去年上去夏寶龍 6月21日中央對下 區政府卓有成效 工作敢於什麼? 我們對他的工作是予以肯定 同一個評語 那兩位如果行 還在掌權 是不是? 起碼做多幾年 當然現在還沒到他走的時候 但是已經一再予以肯定 相信都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我們密切留意 另外也應該說一下很多 不過很多其他跡象顯示李家超 失去中央的支持和信任都很嚴重 在這件事看他炒不了楊玉雄來講 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很嚴重的 中央不信任 他不給他換個人都不給你換 我想知道有多大的問題 好了 這條片先講到這麼多